乌克兰政府贪腐吗 在整个欧战的过程当中 大概很少人提出这个问题 但是政府扫贪 甚至换掉了拿回扣的国防部长 可见得他的贪腐问题并不轻松 现任国防部长被调职 改由军事情报局长接任 在战争当头 国防部长被拔乌纱帽 情况非常严重 因为乌国政府扫贪 这个国防部长涉及不法 俄罗斯开春之后 要进行大规模攻击行动 他们在乌克兰东部城市 叫巴赫木特输死战 乌克兰派出精英部队 俄军送佣兵到前线当炮灰 再派正贵军从侧面突袭乌军 乌俄两军正在乌克兰东部城市 巴赫木特进行输死战 乌克兰派出最骁勇善战的部队 死守前线 俄罗斯派出打头阵的都是瓦格纳集团的佣兵 他们大多是入狱的罪犯 被迫对敌军进行自杀式攻击 如果不服从命令 当下就会被射杀 近日俄国傭兵攻下了巴赫木特附近的小城镇 他们得意洋洋地形容惨烈战况 还说乌军打死不退 乌军以无人机侦查前线敌情 发现俄国佣兵死伤惨重 乌克兰国防部估计 俄军平均每天死500人 俄罗斯开冲后将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行动 暴富去年秋天遭乌克兰集退的耻辱 西方国家提供大量坦克车和防空武器支援乌克兰 第一批坦克已经送达 美国、英国、德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 也提供乌克兰平民和士兵各种军事训练 包括操作爆二型坦克 西班牙则负责训练乌国平民上战场 不过就在这紧锣密鼓的时刻 乌克兰却振前换将 总统泽伦斯基所属的政党透露 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将被调任到其他部门 由军事情报局长布达诺夫接任职务 列兹尼科夫的回应是 他还没有收到总统的通知 我直接告诉他们 没有一位官员不永远在银子 没有一位 所以请在任何时刻 让这段階段结束 决定要成为民主党的防御 或是不成为 一人 这位总统领导 或是总统领导 军军军军 国防部长换人与乌国政府近日因为盟国压力 而展开扫摊行动有关 国防部爆出有不当的财政支出 内部正在进行贪污调查 列兹尼科夫被点名要负责 泽伦斯基近日也展开政治进化行动 撤销了多名亲俄政治人物的公民身份 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周日遭俄军空袭 一所大雪被击中 再次凸显了 乌国防空能力的不足 西方国家近日态度松动 考虑提供长城飞弹给乌克兰 乌克兰也立刻公开保证 不会用外国飞弹攻击俄罗斯境内 以色列前国防部长班奈特近日接受 专访石头路开战出奇 他试图调停无论冲突 曾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当时普京承诺不会杀泽伦斯基 可见当时对打败乌克兰的信心满满 他当时绝对没有想到一年后 俄军人陷在苦战当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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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感谢观看